一些可爱的小动物们从洞里面装出来,这个时候就要考验我们的反应能力了,要迅速地把它们给打下去,非常的刺激好玩。 不过洞里面除了会装出地鼠以外,还会装出什么东西呢? 嗯,会不会有一些小动物,它们是来自异世界的怪兽,又或者是来自二次元的游戏角色呢? 今天就让我们来创想一下吧! 我们要准备的材料有,彩色卡纸,素描纸,水彩笔,工线笔,胶水,美工刀,剪刀。 首先要把场景准备好,在彩色卡纸上勾画出地动的位置,然后用美工刀沿着线条部分割开,这个地方一定要让家长帮忙哦! 尽量多搁几下,这样在后面的时候就很容易能把线圈的部分取走。 把彩色的卡纸放在黑色卡纸上。 我们就做出了地面的场景了,给每个地动用美工刀割开一条线,后面有用处哦! 那这些地动的周围会有什么呢? 有草地? 篱笔? 树木? 还是有花朵包围着它们呢? 小朋友们可以大胆想象哦! 那有老师呢,要做的就是草堆里面的地动,草的形状是有线弯弯的,因此在画出来的时候可以用到曲线。 每一根草它们的形状都可以不一样,画完了一边以后可以掉过来再画一次。 然后剪下了。 剩余中间的部分卡纸,我们对折一下。 裁开。 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松做出四组草堆了,把草堆的下面折一下,涂上浇水,粘到地面的边缘,短的那边我们可以适当地裁剪。 再把它贴上去。 这样我们的一个场景就做好了。 下面小朋友们可以想象一下地动里会跳出什么东西来。 悠悠老师想到的有奇形怪状的小怪物。 它们有着不一样的装饰。 还有一些游戏上的角色。 植物大藏僵尸里面的僵尸,还有弯动射手。 在这些物体的底下,记得要预留一个小小的长方形哦。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呢。 再给它们涂上丰富的色彩。 颜色上悠悠老师还是以鲜艳为主。 不然它们从地洞里装出来, 余老师就发现不了了呢。 把它们剪下来以后, 瞧,我们就可以利用预留出来的长方形把它们插进地洞里了。 就像是场景里的一个机关一样,好玩吧。 瞧,这样的场景是不是非常丰富呢? 胖胖胖。 啾啾啾,有怪兽装出来了。 这里,余老师还制作了另一个被篱包围着的场景。 里面也有着好多的小怪兽呢, 它们是要开派对了吗? 小朋友们也可以发挥自己的想法, 创作出不一样的场景哦。 本次创女,要欢迎来西西老师提供。 如果,